大家好 这张图是一般 绝大部分公益组织的项目发展的一个框架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昨天说了 公益组织的发展 一般都是先从志愿者提供服务开始 那么也就是说 志愿者在社区 或者某些地方做一些简单的公益活动 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发展的最初的基本的阶段 那么要做好一个活动 无外乎就是要有投入 然后一个过程 然后产出 那么这个投入 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个机构早期的阶段 这个投入主要就是各自自己的时间 智力 关系 有的可能有一些空间 财 钱 这东西是投入 那么大多数的社区组织 做的呢 有些是培训 有些是陪伴 有些是做个什么活动 这过程其实是也是挺多种多样的 那么产出呢 绝大部分的产出 一个是从人的改变 这是最多的 还有就是环境的改善 还有就是关系的促进 这些 那么这个从投入过程产出 这个就是一个活动 那么活动做多了 很多活动组成一个项目 那很多的项目达到了一个目标 就会产生影响力 那么这是我们评价一个工艺活动 或者一个项目的一个逻辑框架 就是说有活动 有效果 然后就会产生影响力 但是我们这个资源的获取 就钱怎么来 我那天说了 这个绝大部分传统公益组织 这个钱的来源都是捐赠 那么影响力越大的机构 它越容易来钱 那么影响力小的 就是活动做的少的 没有什么效果的 它不大容易获得钱 那么也就是说 自愿服务机构 它是不可能做很大的项目的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支撑这个项目 要专业的机构呢 它就必须以项目为导向 项目的背后呢 它必须要满足 某些利益共同体的诉求 这是我昨天讲的 比小奥比斯为例 它产业链上的某些机构 它需要大规模的培训医生 需要大规模的提升手数量 它的东西才卖得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捐赠一些钱 让公益组织去做 这些早期的培训工作 那么在影响力这个层面呢 其实就是公众 公众它产生了一定的品牌以后 公众呢就愿意支持这个机构 像奥比斯的这个很大一部分的捐赠 来自于香港的20万 常规的捐助者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捐助奥比斯呢 就是他认同 因为香港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起了很大的作用 很多人因此而富裕 他们对祖国大陆呢 也是有情感的 所以香港人在那个阶段 生活比内地好很多倍 工资可能十几二十倍 那么他们对内地 是有一种感恩的心的 所以他们捐助了 像奥比斯这样的公益组织 在内地做防茫项目 其实整个奥比斯的这个组织 绝大部分的捐赠收入来自香港 并不是美国 香港的收入还可以反补美国 我们可以这样讲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也获得了很多的资金 那么资金主 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不能募捐 所以大部分的募捐 就在香港和澳门还有台湾 那么就香港澳门台湾 就是有筹款办公室 然后项目办公室在上海 后来到昆明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公益组织的 传统公益组织的逻辑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我要说但是 现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在网上做 个人的这个能力 也可以很强 那么很多的普通的项目 就比如说慈善项目捐赠 比如说我捐赠一个人 然后恢复光明 直接给网上转两千块钱 他就可以做手术 对吧 所以他不一定需要中间组织 来做这样的捐赠 也就是说 这个 现在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捐赠 导致我们很多的 像奥比斯这样的中间组织 不得不重视这个网络的捐赠 一系列的工作 那么尤其是目前很多的 这个项目活动 我们是太消耗钱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是这样 过去在奥比斯那个年代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 比较露厚 那么绝大部分的资源 都是寻找港澳台 以及欧美 那么筹到钱呢 无偿的捐赠给中国的公益组织 到中国做事的公益组织 然后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用太思考 这个钱怎么来 你的脑子全被这个 全被这个占满 就思考怎么把这钱花出去 那是主要的 反正也 我在那个时候只负责花钱 但是呢 花钱呢 你得找理由嘛 你得找理由 你怎么才能够提升 这个医院的能力 怎么才能够让手术量更大 当然也要费一些脑子 但是找钱这个方面 我没有 没有花多大心思 有专门的团队干这个事 但是后来创业以后 我们同样用这样的框架 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实际上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其实我们缺失了 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我们怎么才能 让这个机构有影响力呢 如果是弄一笔钱 做一笔钱 做一个项目 那没有这个钱 我们就做另外的项目 你怎么能够形成品牌呢 对吧 所以我们才终于意识到 实际上不是有钱才做事 是要做事才找钱 影响力是第一位的 影响力是第一位的 要提升机构的影响力 你就要有清晰的目标 有愿景 有策略 要很清晰的和相关的利益 相关方沟通 有钱没钱 都得做那个 就是你才能逐渐建立你的品牌 而且你还要找到你的长期的资助者 否则的话 这个组织会让人看不懂 就是说什么都在做 你到底是干什么 你很难专业化 你的人才也留不住 所以我现在反思我们过去 做过的事情 这个框架继续适用 但是我们要倒过来 我们要首先想什么样的事 能够真正的为机构的品牌做出贡献 提升我们的影响力 所以要特别注重倡导宣传这些事 过去我们注重的比较少 那么尤其是这个互联网 人工智能 这一系列的变革 导致我们过去的很多玩法 可能都玩不算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获取资助 你要是从企业找钱 那你需要专门的人 有专门的这方面的技能 专门的团队来干 你要从公众募捐 那又不一样 那你要通过服务或者收益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些事 对一个公益组织的 当初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就找到自己的长期金主 才能够让你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今天呢我主要介绍这个图 然后呢让大家理解 所有的公益组织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项目发展的框架 谢谢